谁说我没有男朋友的 好啊 那你明天记得带你男朋友 来参加我的生日机会哦 带就带 男朋友 喂 你一天能赚多少 一百个吧 就一百啊 这样我给你两百 你明天当我一天男朋友 不是啊 明天你就在这等我 对了 歌唱的不错 这 这不是我 老弟 老弟 车我拿去给你保养了 记得给钱啊 好 还看 人都走远了 也不知道主动点 我没有 明天跟超凡集团有个会 别忘了啊 你去就行了吧 我明天还有点事 嘿 哎 还不错吧 挺好看的 不错 素雄 你拒绝我之后 就找了这么个货色 呢 我买的新车 保时捷 这不是我的车吗 真臭 你去旁边树河水买一瓶吧 适合你 不是你 小子 你知道这是吗 这可不是你能消费几个地 我有没有能力不谈 露露邀请我参加 我走不能不来吧 哎 你追露露这么久 还没请过你吧 一 一对穷鬼 哎 谁让人走了 我们走吧 走吧 哎 我先接个电话 你先上去 我马上就来 姐 你怎么来了 姐不来 你不得给我弄丢一个弟妹啊 哎呦 自家酒店姐不得 哎 别别别 一个小聚会 没事的啊 哎呀 你相信我 没事的 走了啊 我这次呀 还邀请了露瑶 听说露瑶找了个男朋友啊 啊 我刚才还在楼下看到他了 他那个男朋友 骑了个电驴就来了 我听说 谭总之前还追过谭总 放着高富帅不选 选个小电驴 哎 谭总 听说你现在都开上宝石节了 我们小美以后可享福了 宝石节算啥 这可都是我们家最便宜的车 下次啊 我开我们家卖巴赫 逮你们兜风啊 谢谢谭总 哎 路遥怎么还没来 该不会是 不好意思上来吧 哈哈哈哈 哎呦 刚还聊到你呢 路遥 听说你交了个男朋友 人呢 该不会是跑了吧 哎呀 韩总 你现在这么优秀 都开上宝石节了 哪有男人敢跟你比呀 路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的男朋友 超凡集团的总裁 你认识到 烂锅配烂盖 绝配 会不会说话呀 哇 这年头说实话的有错啊 同学间叙叙就 嘴上说握握就动手吗 怎么 我喝水都有人管 好帅呀 对呀 不好意思啊 往来往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剑里 男人 那可不能光有一身衣服就行 那得有实力 哇 宝石节 得不配位 小心哪天醒来 车就拿去抵站 有些人除了嘴臭 就只剩甘忌妒了 哎 路遥的男朋友 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哎 你们看 他在我们家楼下卖唱呢 还真是啊 原来是个卖唱的 早说嘛 求求我 说不定我还能大发自卑 省你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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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唱有什么丢脸的 我们靠自己挣钱 不丢人 那能一样吗 你们卖唱只能开小电驴 人家开的可是宝石节 一个天一个地 这能比吗 要不是我今天过生日 你们想见我男朋友 那还得预约排队呢 哦 你男朋友在哪高旧啊 超凡集 你还不知道吧 超凡集团的总裁 你看你就不知道 哦 超凡集团啊 合作过 合作过 你跟我们集团合作过 哦 捷信表演 那个小丑 更不是你一眼了吗 哈哈 那个小丑 更不是你一眼了吗 可我记得 超凡集团的总裁 不是你 不可能 人家宝石节都开出来了 就是 你就别醉硬了 喂 为了个面子 不至于啊 那辆车 也不是你的 那辆车 也不是你的 这可是圣灵集团的酒店 敢在这儿活呢 我看你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钥匙都在这儿呢 还敢瞎说 吼什么 心虚啊 哎 你们看他开过几次 这辆车 没看到车钥匙在这儿吗 这车钥匙不是我男朋友的 难道还是你的 就是我的 这怎么可能 他就是个卖唱的 喂 再胡说 热道圣灵集团就完蛋了 没事 卖唱的你胡说什么 这可是宝石节 就你 你买得起吗 这车确实是我开出来卖唱的 你说这车是你的 你有驾驶证吗 宝宝 你拿出来给他看看呀 没带 平时谁带呀 忘带了 哎 现在可以查电子的 很方便的 你拿给他看看呀 他不会拿不出来了吧 手机没电了 他拿不出来 看看 对不对 宝石节 这车真是你的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经理 这有人闹事 经理 别 瞧什么 季总 您怎么来了 你就是上林集团的季总 这个人抢了我男朋友的车 还在你们酒店闹事 没想到 你还会抢车呀 弟弟 弟弟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怎么会在你这儿 解释一下 解释不清 法律处理 记住我 你 你是那个店里的店员吧 我让你去保养车 你把车私自开出来了 你说你是超凡集团的总裁 还说流动资金三十万 骗子 不是 从现在开始 没有任何公司会录用 车的维修费损失费 我会叫我的助理电信 你 公安局见吧 小美 季总 谢谢你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卖唱啊 不卖唱怎么能认识你呢 怎么能找找女朋友呢 姐姐 就你这样 你就等着寡一辈子 姐姐 你不要误会 我 虽然我演你男朋友是假的 但是我喜欢你是真的 小姐别落了 送我们回家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做出这种事 哇 两位大哥 你能处理我后面 挖出了一条好大的挂痕 快去看看 走走走走 幸亏我们跑得快啊 这两个大佬爷们 怎么可以青年白日 对你这种弱女子 做出这种事啊 是 对了 我赶紧上班啊 不过你有什么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啊 哦 喂 来 大家认识一下 这是新来的同事 小美 哎 是你啊 也太巧了吧 以后有什么事 我照着你啊 就你 还照着别人 别理他 坐一下 哦 好 哎 那个新来的 把这个也做了 啊 这次方案很不错 对解决现有问题 也挤到了很好的作用 你做得很棒 总监 其实 小美 你在公司有段时间了 到现在也没做出什么来 等试用期一到 我也要慎重考虑一下 你的去留问题 就是啊 总监 小美都来一个多月了 每天不是被使唤在做杂事 就是在背后当活雷锋 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 自己加班做的方案呢 还被别人冒用顶功 咳 既然小美没有正式接触过 刚好 我手里还有一个项目 就交给小美来完成 这个项目 可是客户那边老总亲自跟进的 你用点心 哎呀宝贝啊 你辛苦做的东西 没必要让给别人 以后要学会反抗拒绝 你越是不反抗 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 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 遇到他们这种老油条 你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听到了没 看看你最近 一直加班 我给你一样好的东西 谢谢你啊 露露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那肯定的 小美 你的方案太完美了 刚才客户开会 王总二话不说就签了合同 露露也帮了我很多 今晚上我邀请王总一起用餐 你们一起来吧 好的 谢谢 恭喜啊小美 待会儿你们先去点菜 千万记得点辣的 王总 无辣不欢 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吃辣的 怎么回事 谁点的菜 是露露和王小美 不知道他们俩跑哪儿去了 我这就打电话 别别别 王小美 算了算了 我偶尔也吃吃辣 去去吃 不行王总 这是员工的重大失误 必须严重处理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王总吃不了辣 叫你们千万别点辣的 你明明跟我们说 王总无辣不欢的嘛 撒谎 你们现在把王总惹不开心了 还撒谎挺嘴 今天飞吵了你们不欢 看谁敢开除的 爸 爸 原来你就是客户王总啊 早说嘛 哦 对了爸 就是他 每天让我故意加班 刚刚还污蔑我们 就是你 天天让我女儿加班 那么晚才会加班 哦 小詹 你被开除了